比特币总市值飙升 稳定币供应充足 比特币的低价筹码争夺战一触即发了 川普开炮非农就业数据造假 难道拜登贺锦丽要操控美联储的降息幅度吗 萨尔瓦多公务员集体充电 160小时比特币培训 打造加密货币的最强帝国 CD出狱了 币安币涨了 孙宇诚为自家的USDD打QO平台P 怕是要开战了 Wordcoin又翻车了 DID的龙头代币陷入了监管风波 用加密货币重新涨量世界 掌握24小时财富密码 一起慢慢变有钱 8月23号星期五 这里是BitcoinTV中文频道 币链何在 我是Michael 我们先来看并圈24小时的数据头条 比特币从3月份突破新高 短暂震荡的时间已经有4个月时间了 那么投资比特币的资金 现在占比是越来越多的 比特币的市占率持续上升了7% 从初期的49% 现在是多少 56%附近 那这次比特币的市占率上升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加密货币市场短期 缺乏利好的支撑 并且面临一定的利空 比如说Mentoco的赔付 美国政府的不确定因素 FTX的赔付等等 这些事件都是利空因素 那么导致市场 一直处在一个颓势和低迷的行情 这时候一些追寻热点的资金 可能会回流到比特币等热点的主流币种 第二个就是 比特币现货 ETF通过场外资金下场 大家对于加密货币的认可程度处在初期 所以短期内只对比特币 这样的龙头币种是比较认可的 其他的山寨币有较大的操纵 或者说潜在的风险 就历史的趋势来看的 比特币的市占率大幅上升的时候 往往是市场决定出单边行情的初期 那么现阶段仍然处在高位区间 市场向上的动力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要警惕市场随时 可能有下探的单边行情 我们来看一下稳定币供应比率 这个主要是评估市场稳定币的供应趋势的 当这个数值SSR接近下限时候 表明稳定币供应量是非常充足的 厂内资金购买力非常强 当SSR的值越接近上限时候 则表示购买力比较低趋于饱和 目前最新的SSR值是7.5 上限是10下限是6.8 更接近下限一些 说明经过几个月的震荡下行 市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避险情绪 但是这部分资金可以说 并没有直接退出市场 而是在叙事待发 等待抄底更低的筹码 6万美元以上的比特币 确实性价比不太高 但是5万2000附近的比特币 就非常具有性价比了 如果能遇到4开头的比特币 那么请你务必一定要抢先朝底 您不满 别人可能会比你更现意 好我们再来看 随着比特币减半消息的落地 比特币的高收益区间 短时间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压制的 所以近两个月来 比特币的挖矿难度 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动 基本维持在挖矿难度的高位 378Z附近 也并没有出现下降或者是上涨 按照历史趋势来看 这个难度的水准 很难维持一定的周期 等到比特币的趋势确认以后 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难度增加的现象 那么现在矿工收益开始逐渐的回升 未来的收益 也会跟随比特币的价格 开始持续的推进 如果您是长期比特币的信仰者 那么矿机一定是您低价定投 比特币的不二方法 好请您点赞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来帮您梳理币圈 链圈矿圈24小时 离前最近的新闻 大家知道美国经济增长 现在是左右必抓情绪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数字 就要像一场精心编制的魔术表演一样 对吧 美联储精心调控每一个筹码 都能撬动大家投资的情绪 所以当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 以非常傲人的姿态被公布的时候 其实很多分析师和经济学家 对这个数字的真实性是提出过质疑的 其实每年劳工部统计局都会根据名为 就业和工资季度普查的更准确的数据 来修正三月份的就业水平 可是这个数据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不及时 它是滞后的 日前美国劳工部公布了年度基准修订的 就业和工资季度普查数据 数据显示 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期间 新增就业岗位比之前估计的少81.8万个 下修幅度0.5% 此次修正意味着2024年3月的就业增长 将增长1.4% 低于之前报告的1.9%的估计值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0.5%的下调 是自200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 今日消息 美国至8月17号当中 初请失业金人数23.2万人 预计23万人 前职由22.7万人修正为22.8万人 总的上调益城市 有些顺客的顺客 中文字幕に要求 在周三美国就业数据低于预期后 美国股市也受到谨慎情绪的影响 表现喜忧参半 比特币交易持平 天上掉馅饼 地上挖陷阱 这句老话用在最近的美国经济数据上 再合适不过了 2023年4月至2024年3月这一年的数据修正 要到2025年2月才会发布最终修订版 这确实有些慢得惊人 太过离谱 对此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认不了 他不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开骂 指控就业数据造假 指出拜登政府的报告中 虚报了81.8万个根本不存在的职位 而且特朗普还在最近参加密质安州的演讲时 抨击了现在的拜登政府 对美国的经济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其实呢如果特朗普要想指控这个数据缺乏可信度呢 数据造假呢其实特朗普在任的时候也干过 2019年3月份飞农救援人口就下调了51.4万人 所以川普也是有前科啊 在任的美国总统都希望呢 这个股市向好经济向好 可是美联储现在桌面上的情况是什么呢 降息就是通胀新的开始 不降息呢美国金融系统又受不了 所以这是一个进也败退也败的局面 如何破这个局面 有需要考虑下一任美国总统和美联储的智慧了 当然现在市场认为说 美联储会在9月份降息一码的概率是65.5 认为降两码的概率上升到了34% The Bitcoin system is so perfec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the future And it is the present already in a lot of things But it's going to be big way bigger in the future And why I mean El Salvador has not been the country That's recognized to be the first in innovation But why not this time So being the first country 在萨尔瓦多总统步步的动向 萨尔瓦多在21年9月份 正式把比特币定为法定货币 而且积极推动各项比特币的政策 比如说投资入籍计划 开发比特币钱包 寻求发行比特币的火山债券 每天定投比特币 用火山热能来刮比特币 比特币城等等 根据萨尔瓦多政府的官网 萨尔瓦多目前每天都在坚持定投一枚比特币 当前萨尔瓦多手里有5846枚比特币 大概价值是3.4亿美金 另外美国前总统川普也宣布了 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 他将会让美国政府不会出售任何一个比特币 那近期萨尔瓦多又出了一个大动作 他发布了一项针对8万名公务员的一个培训计划 培训什么呢 就相关比特币的策略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知识 这项比特币认证计划是由萨国总统纳伊布布克尔 于2021年8月启动的公共管理创新高等学校 ESIAP负责执行 据了解 这项名为公共行政一级认证的非同步培训课程 总时长达160个小时 共分为7个模块 每个模块都详细介绍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使用的相关概念 这项培训计划打造一个对比特币又充分了解的国家政府 萨尔瓦多国家比特币办公室OnBTC主任史黛西·赫伯特表示 培训公务员将对萨尔瓦多的比特币经济产生福利效应 他计划后续会宣布更多教育项目 我只能说布布这个举措应该是深谋远虑的 为什么 它的任期还有不到4年的时间 如果4年之后它必须要离任的话 怎么确认比特币的法币地位不会在萨尔瓦都被改变 那第一个就是在学生当中 在青少年在儿童体系内建立对比特币的认知 再一个就是在公务员体系 在政府层面建立对于比特币怎么炒币 怎么储存 未来在哪里这个认知 我相信这才是比特币总统该干的事情 近7.5亿比特币储备一夜清空波场的USDD前景堪忧 Wordcoin艰难的创新之路 沙马奥特曼到底应该如何让世界充满爱呢 这两天最火的赵长鹏孙宇晨 这是华人圈的两个大的KOL对吧 赵长鹏是9月29号可能要出狱的消息 而且新闻说赵长鹏好像已经从监狱出来了 转到了另外的一个家中一个家里头 从技术上来说 说明世界确实已经是一个出狱的状态了 人处在美国政府的监管之下 还不能够完全自由的行动 这是新闻的报道 另外黑猴子上了一把热色的孙宇晨 他的稳定币叫USDD又火出圈了 USDD是什么 USDD是孙哥在波场上创建的一个 也是全球第一个超质押的稳定币 而且这个稳定币上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达到了6亿美元的TVL了 一跃成为全球数字资产排名第70倍的稳定币了 那现在传出消息来说 孙哥好像把质押的7.5亿美金的 比特币的储备给撤销了 所以下问题是USDD的抵押足够支撑吗 Trendal Reserve在本周三 撤除价值近7.5亿美元的比特币储备后 引发社群的担心 不过孙哥跳出来保证 去中心化稳定币USDD机制 与Mikradale的DAI相似 当抵押品超过系统规定的金额时 任何抵押品持有者都可以自由提取任意金额 且无需任何人的批准 通常系统规定的金额在120%到150%之间 具体取决于储备金 如果抵押品低于某个水平 则需要补足 否则抵押品可能会触发清算 并且USDD的长期抵押率超过300% 这意味着资金利用效率不高 因此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认为储备金额时 我认为储备金额是 30%的无风险利率大幅提升了Tran的TVL 根据数据显示 目前USDD流通量为7.4亿美元 抵押率高达230% 但仅有1944万的USDT做支持 占总抵押的1.1% 而真正由Tran del Reserve抵押的TRX 有19.3亿枚 价值约3亿美元 其他多数抵押的TRX 为已销毁的TRX 价值约14亿美元 其实在USDD发行的时候 就市场有质疑 说USDD的抵押率超过200% 这个计算方式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如何把销毁铸造的USDD的 波长的代币也算到储备资产里等 但如果剔除掉销毁的波长币的话 USDD的抵押率仅仅是40% 所以这么来说的话 USDD的下一步计划到底是什么呢 而孙哥在7月初在X市场才发文说 团队正在开发一种稳定币 用户可以在不支付gas费的情况下进行转账 难道孙哥对稳定币的版图另外有计划吗 但孙哥要注意的是赵长鹏如果出来了 那热度可能会转向CZ 如何保持热度 我想这是孙哥最擅长的事情 一觉醒来这个Wordcoin又返车又出事了 Wordcoin也叫世界币 这是一个由人工智能创业教父 沙姆奥特曼启动的 名为反乌托班的加密货币项目 他认为说人工智能未来会抢掉人们的饭碗 所以他发行一个可以用你的红膜数据 来交换的一个代币 来给你发一个基础的人工保障 就是人工智能抢你的饭碗 但是沙姆奥特曼给你一个最低的工资保障 就是这样一个怀揣着让人人都可以充满爱的一个项目 每个国家好像都在反对它 香港调查韩国调查西班牙封禁之后 哥伦比亚政府也出手了 哥伦比亚工商监督管理局SIC发布声明 指控取中心化身份项目Wordcoin 及其背后公司Tales for Humanity 涉嫌违反个人数据保护制度 根据Wordcoin官网显示 该项目目前在哥伦比亚25个地点 使用Orb设备收集个人数据 包括首都波哥大在内的7个城市 如果指控成立 Wordcoin项目可能会面临SIC的经济制裁 甚至半年或永久地关闭 不只是哥伦比亚 包括拉丁美洲多国政府 也已开始调查Wordcoin的相关活动 今年8月 厄瓜多尔央行重申了其 加密资产不是货币的强硬态度 暗指Wordcoin不该存在 同月阿根廷公共信息访问局AIP 也对Wordcoin启动调查 调查的目的是 确定其数据收集做法的合法性 其实这些年的Wordcoin 一直处在监管的风口浪尖上 各国政府要么不让它运营 要么就是调查 它的数据是怎么保证安全性的 为什么这么多的项目 B川项目赚钱的嗨了去了 去打压这么一个不算市值太大 也不是很挣钱的DID项目呢 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下 Wordcoin的愿景和做法 大家会有答案 反乌托邦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反政府无政府主义 它的愿景如果实现的话 全球人的红膜数据被一家公司掌握 咱先不说它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 就这个数据库就非常值钱了 对吗 那所以各国政府理所应当会封禁和阻止这样的项目 那问题是如果Wordcoin未来胎死腹中的话 这现在已经采集的600多个生物数据 红膜数据怎么保存何去何从 这可能是个大问题 好 节目最后来看今天的币圈快报 数据流动性协议DeepBook发布V3测试网 其中交易Gas成本降低了60% 允许做市商和交易者在此之间共享流动性 并引入DEEP代币 允许用户获得费用折扣 做市商激励和治理功能 Pumper Fun宣布推出新功能Stages 为直播体验带来全新变革 此功能允许多位用户同时进行直播 支持所有登台者进行屏幕共享和语音聊天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成功发行了其首支数字债券 募集资金3亿美元 债券评级为3A 年利率为4% 将于2027年1月到期 Crypto.com的最新报告显示 加密货币持有者数量显著增加 从2023年12月的5.8亿 增至2024年6月的6.17亿 增幅为6.4% 美国现货比特币ETF吸引了3950万美元 这是连续第五天实现净流入 过去五天比特币ETF的总流入量为2.366亿美元 自推出以来的总净流入量略低于176亿美元 人生过半您怎么看朋友怎么分辨朋友 说说一些比较普世的经验 如果你找他借钱 二话不说这个朋友就借给你 我告诉你这是故人 这是奇人 必须是治教 如果你帮他很多次 一次不帮人就记仇了 这就是人渣必须切断跟他的关系 越干净越好 如果有人经常批评你 但是还愿意帮助你 这是贵人 必须深交 你拆他的台 人家装傻 这叫明白人 咱们得学习 你捧他的场 他捧你的场 这叫什么 朋友值得尊敬 你身边的人是什么类型 你可以贵贵类 好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我们频道有价值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在这里头有我们所有的会员权益 我们希望带领会员一起在这段牛市资产后面 加个零 让我们的比特币越来越多 下周见